画水彩跟画妆有什么关系吗 其实我告诉大家完全一模一样 可以说你会画妆 那么你也就会画水彩了 你看我们平时画妆的顺序 第一步不就是要洗把脸 该护肤的就护肤 弄干之后在整个梳发袋袋上 总不至于我们脸上都是油又有屎皮 啥也不管就直接开枕吧 水彩的第一步也是一样 清理线稿 把画中了的线条插钱 方便之后上颜色 画面干净整洁 用留白胶预留出不需要画的地方 这里不就和树发袋的作用一样吗 化妆的第二步就是开始铺粉底 来确定你今天要整个什么底妆 树颜妆直场妆的粉底 就得给接近自己肤色一些 显得更自然 像夜店妆就高低得整得浓一些 粉底那就得搞得比自己肤色还要亮一点 显得更性感 其实水彩这一步也是给到一个基础的肤色 一个大的色调 对吧 你看比如说我要画一个小女生 那么我自然也要给她画的肤白貌美一些吧 画男生的时候 肤色就更往中色靠一点点 显得更有男人味道 老年人的皮肤那就得更暗沉 甚至有时候还得画得更碎一点 来模仿皱纹和斑驳的皮肤 很多人也以为 刚学水彩的时候 要找那种光线对比很强的东西 那种暗的地方特别暗 亮的部分又特别亮的效果 其实不是啊 这样做反而容易在初学阶段翻车 容易把暗部画得很脏 亮的部分又画得没有啥颜色 导致整幅画看起来很乱 所以应该找那种没有什么明暗对比 明亮鲜艳的肤色去做 把重点放在五官上就行了 我这里也教大家一个万能的肤色调色方法 一个适合绝大多数清透明亮的女生肤色 和一个适合大多数干净清爽的男生皮肤 大家可以截图保存 前面的步骤都整完了 就到了画五官妆容的部分了 比如我们会拿化妆刷 开始给到一些眼影 鼻子侧面的阴影 还有加重侧脸的颜色 其实这些步骤是为了让鼻子眼睛 脸蛋看起来更立体 而且怎么画画哪里 又和水彩里五官的步骤一模一样 我们画眼睛那就是围绕着眼球 加重眼窝 压一下眼尾的肤色 是不是很耳熟 是不是和你看到画眼妆的教程一模一样 你看这两头重 中间不就自然挺起来了吗 鼻子也是同理 至于用什么颜色 我告诉大家 就比肤色稍微重一点点就行 还不会就拿你调色盘里 画肤色的颜色 多等待几分钟 让它水分蒸发掉一些 自然也就会比原来的颜色重了 我这里也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实用的小妙招 用化妆笔轻松搞定水彩的过渡 因为有很多同学在画阴影的时候做不好过渡 你也掌握不了水分的多少 这也是最容易翻车的一步 所以大家可以把不要了的化妆笔收集起来 画阴影过渡的时候 你先用笔沾沾水 然后迅速的用纸拧干 确保能够沾上颜料又不至于太干燥 接下来在你需要过渡的地方 用你画眼影鼻影的手法轻轻扫动 把颜料蹭上去 注意这里画面一定要是干的 你看效果是不是和你眼影鼻影的效果一样 它是雾状的也很细腻 重的地方咱们多刷几次 浅的地方少刷几次 记得用力轻一点就行 最后一步我们肯定是要画眼线 贴睫毛 画眉 以及唇彩高光这些精细化步骤了 在水彩里同样画上眼线 两头重 中间轻就可以了 因为这里要考虑到眼睛它是一个球体 重色会给人收缩感 浅色会给人膨胀感 因为你这么一操作 它就会显得很立体 我推荐用工笔的勾线笔 勾出睫毛 眉毛 接着给嘴唇染上红色 让五官更加精致 最后的最后 给出眼珠和嘴唇的高光 突出一个bling bling的质感 好了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其实画水彩跟化妆一样简单 只要注意上色的顺序就可以了 画肤色咱们画亮一点就行 重点放在五官上 如果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可以点赞支持一下 关注一山水彩 带你不一样的色彩小知识 我们下期见 拜拜